每逢放假就要想地方帶小朋友出去玩 今次我們就由古洞龍中玩到大埔野襯 帶小朋友親親大自然 因為我們之前停放了大半年 對於哥哥來說他很需要出去放電 很多體力的活動 變成在家裡引發了很多情緒問題 很少的事 可能說他一兩句就會發脾氣 大哭、喊 所以爸爸放假就會是我們的救星 他就會帶我們出去 不用我們一個人帶著兩個小朋友 留在家裡困手鬥 爸爸Matthew是現職的消防員 平日就要輪班工作 所以都很少時間可以陪到子女 今次就趁著剛剛下班 他就和Doris帶著兩位小朋友 來到位於上水古洞的富琴火龍果有機農莊 由上水港鐵站自己開車 又或者是搭的士過來 大概十分鐘就到 整個農莊有七十萬呎 足夠地方讓小朋友跑跑跳跳 喂!是時候要去摘水果了 這裡沒法說 哪些位置熟 這裡很顏色 這位就是農莊的主力人琴姐了 這裡的所有水果都是他打來的 而且還要有機種植 絕無農藥 手握著這個 握著這個 然後這樣一握 這樣就可以摘到 好 琴姐會一邊講解採摘的方法 一邊教小朋友選熟成水果 我找到這裡可以摘 可以摘 不要碰到那些汁 對,這個也可以摘 這兩個也可以摘 直接這樣摘就可以了 記得小心摘摘 摘摘 摘 哇!厲害 放在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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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一個 你們看看 我找到一個 哇!有些汁流出來了 哇!很新鮮 因為我們香港的小朋友 都是十四十年增大 就是河豆的中間 知道一棵材浸在地上 這個果子浸在樹上 是什麼模樣 農莊是免費入場的 不過就設有每人五十元的最低消費 如果想帶走圓入面摘的水果 那就要按重量收費了 不要摘到 不要摘到那些 對 在星期六日過來 還可以參加農莊的workshop 就好像是做茶果 不是蘸我 那些粉很好味 很好吃 現在變得很好吃 還有做士多啤梨醬 還有做士多啤梨醬 哎呀!十四千 好吃 雖然琴姐每一天都會在園裡工作 但想過來的人最好都是愈早愈弱 第二站 明明和瑩瑩就帶著水果和食物 去找野餐特營康依依 去到大埔海濱公園野餐 由古洞開車回去大埔都不用半小時 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HELLO 其實我的開始寫blog是2014年 所以在六年之間 我現在就104次野餐主題經歷 富士山的主題 粉紅少女心主題 就連結婚上都是野餐主題 雖然已經有了BB28週 但一訪愛野餐的心依然都沒有變 我想這個經歷當然跟我的丈夫都有關係 因為她本身都很喜歡露營 因為在香港拍拖的節目真的不多 除了逛街吃飯看電影之外 其實在野餐草的時候 每次去訂立不同主題 去為對方煮食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樂趣 我們今天是Pokemon主題 看看我們今天帶了什麼去 首先就是有很多Pokemon的零食 吃吧 你看看這裡 以前我有這個 放在哪裏 那個喵喵喵 這是什麼怪的 這個呢 Evie Evie 你真的全熟了 我全部Pokemon的英文都吃光了 哇 還有自製的精靈球飯糰 和配備加超顏色的黃色玉子燒 準備好野餐用品 那就出發了 拍攝當日就是星期日 雖然很多人 但幸好這裏的草叠夠大 都不是很難找到地方野餐 如果給小朋友來親子野餐的話 我建議帶點水果 其實又健康又清新 還有要有足夠的補充水分 因為小朋友跑來跑去 其實都會流很多汗 所以我都帶了很多果汁 水 都是需要的 都是的 小朋友都很容易滿足 今次是寵物小精靈 我做了一些寵物小精靈造型的杯 所以譬如一些紙牌 其實都是營造氣氛 這是什麼 風山買的 不是 不是好人 什麼棍好人 你為什麼壞人 最多壞人 壞貓 因為我小時候 在鄉下長大 出去玩就是跟雞仔 鴨仔一起玩 我特別想我的小朋友 都會親近大自然 我們一兩個星期 一定會出來玩一次 通常星期六日會多 因為我們特別喜歡來大埔海濱公園 我通常要當間 當間就二十四小時 變了會很珍惜 如果真的相在一起 那段時間 希望可以帶給他們一些核心無憶 不想浪費時間 因為這些時間真的很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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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